大家好 我是鋁龍哥主持Peter 今天 你想要吃啥? 好啦 今天流浪首飾穿這樣 夠性感 因為主要是要做一個愛心的料理 那基本上流浪首飾經常去西班牙旅行 而流浪首飾每次到西班牙旅行的時候 都會吃到他們當地的一些美食 那吃完美食就會覺得 哇 這怎麼這麼美味 我就會想要去試著去尋找他怎麼製作 而今天呢 我們來教大家做一道 非常簡單又美味的西班牙道地甜點 名字叫Brijas 這樣的甜點在任何的西班牙餐館 甚至咖啡的Bar 或者是家裡的媽媽 都會製作這樣的料理 當然配方會有所不同 那今天流浪首飾要教大家 如果製作一個非常簡單的版本 那首先你要準備材料有 雞蛋 牛奶 香草豆莢 但如果你沒有香草豆莢 你可以加香草筋 或者香草粉 都可以 主要是提味用的 那如果都沒有也沒關係 頂多就少一點點的味道 再來 少許的糖 這個糖呢 是大家有要拌在一起所使用的 然後 藍藍油 還有 隔夜的 隔夜的麵包 那當地呢 他們會使用 肉桂糖粉 來做一個 調味 就是大概煎完之後 可以沾多味糖粉 當然劉浩舍知道 有些人不喜歡肉桂的味道 沒關係 今天我們好準備另外一個是 巧克力糖粉 基本上你只要用可可粉 再加到適量的 砂糖 攪拌均勻就可以了 那肉桂糖粉一樣 用肉桂粉加適量糖 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開始製作吧 首先 將 300克的牛奶 雞蛋 我們把所有食材都加進去 因為這次我們使用香蕉豆角 所以香蕉豆角為了讓它味道能夠融入 我們先把香蕉豆角稍微對半切 將香蕉籽取出來 然後再把香蕉豆角丟進去 一起攪拌均勻 雞蛋跟牛奶攪拌均勻之後呢 接著麵包切厚片 當你麵包切厚片 在沾滿了蛋汁之後呢 它會形成裡面是非常暖嫩 就像吃布丁的口感一樣 那至於要切多厚呢 大概是2到3公分就可以了 那接著呢 將這些麵包全部丟到牛奶蛋汁裡面 讓它吸滿了蛋液 我要怎麼判定說它已經吸飽飽了 基本上你只要按壓 它會跑出蛋液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加它放著 接著我們開始起一個油鍋 基本上我們在煎 3R10它有點甚至半煎炸的概念 所以油千萬不要少 但我們又不希望吃太油 所以呢我們油也要過多 要到什麼程度才可以下肚子啊 油的熱 基本上讓油產生油紋 基本上就已經達到一個熱度了 當油紋上來之後呢 記得要開中小火 因為我們有加糖跟蛋 所以如果你果太大 你下去可能就馬上焦掉 接著入個鍋之後呢 只要兩面煎熟就可以了 煎到焦焦嗎 是的 煎到表面焦香就可以了 煎到表面焦香就可以了 煎到表面焦香 現在就可以把一些多餘的油脂把它吸附掉 好 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那我們今天製作西麥 非常傳統道地的甜點 充滿甜蜜的愛心感 那我們要搭配什麼酒呢 當然不外乎 第九配第十 今天流氧手是特別挑選一款 西麥 我寶級的葡萄酒 被稱為是雪莉酒 但雪莉酒它非常複雜 其實很多人不太搞懂雪莉酒到底是什麼樣的風味 有人可能喝到不甜的 覺得嗯 雪莉酒喝起來有點燒鮮的風味 有人喝到甜的 會覺得雪莉酒喝起來很甜蜜 很濃郁 太甜了 但事實上呢 雪莉酒它總共有十種類型 有五種不甜 從最清爽的 還有兩個濃甜的 一個是 以及三個半田型的 所謂的半田型呢 它是指 用最濃甜的Pizza Petro Jiménez 下去滾 Fino 叫Balloc Cream 用Pizza 滾 Amotriano 叫Medium 用Pizza 滾 Oloroso 叫Cream 而我們今天 為各位推薦的這一款 是來自 Vadispino的Cream Sherry 它是使用75%的Oloroso 再加上25%的Petro Jiménez 下去釀製的 因此它會具有 Oloroso的濃郁 跟豐富的橡木桶味道 再加上Petro Jiménez的香甜氣味 附有一些焦糖 椰藻 還有一些濃郁的黑糖味道 非常適合搭配 具有一些肉桂風味的甜點 比如像肉桂卷 或者是我們今天的Torias 或者是搭配一些 巧克力風味的甜點 也都非常適合喔 那我們來喝看看吧 這種呈現棕色的 深色的那種色澤 而且非常明亮 你可以聞到非常濃郁的 Oloroso的那種 過氧化雪莉風味 但同時又可以聞到非常濃郁的 蜜芥或者是椰藻的香氣 非常的甜美 然後帶有一些烘烤 木質 巧克力 煙燻可可的味道 重點 它帶有煙莓質的酸度在裡面 非常的均衡 非常的可口 尤其是冰涼的喝 完美 在西班牙呢 他們會用Cream Sherry 搭配甜點 或者是搭配伊比利火腿 這種鹹黏的味道 會變得非常的美妙 那我們今天用Cream Sherry 來搭配我們的Torias 我們先從肉桂湯 開始吃起吧 外酥內嫩 你也很難想像 麵包在這樣的蛋汁跟牛奶之後 它裡面會呈現非常的軟嫩 就像布丁的口感一樣 再加上肉桂糖粉的香氣跟甜感 等在嘴巴 那種多層次的味道 難以形容 哇 肉桂的辛香料 牛奶的風味 再加上Cream Sherry 豐富且多層次的 酸、甜、濃郁 交織在一起 真的會讓人家一口接一口 聽不下來 接著 我們來搭配可可糖粉 因為有人不喜歡肉桂 所以我們來搭配可可糖粉吧 嗯 你能想像 濃郁的巧克力 搭配豆芽的這種軟嫩 外酥的口感 完美 因為巧克力非常濃郁 因此搭配Cream Sherry 它可以把更多的木質味道 水果的酸度 可以引發上來 呈現出另外一種不同的風味 跟肉桂糖粉呈現出的風格 是完全接含不同的 那不知道各位喜歡哪一種風味呢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 如果你喜歡劉腰摄的影片 記得追蹤並且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也別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有任何問題 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也不要忘記追蹤劉腰摄的FB 跟Instagram 我是劉腰手吃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會不會這一集 都很重 Gay的菜呢 我就一堆Gay菜一下子 這邊不能剪掉 哈哈哈哈 應該不會吧 你有常被 重慶愛慕嗎 是因為你的行 還是因為你的 要問他們 不要問我 我怎麼會知道 你沒有問他們 你為什麼會喜歡我 他們就說 就是Gay的菜啊